现在我手里的这台掌机就是GPD前段时间推出的V-mini 这么小的体积的基础上还是延续了V-2翻盖加全键盘的设计 不过这一次不一样的是还有一对可拆卸的握把 纯物理拆卸 GPD做了这么多年产品 在外观方面可以说是一直挺不忘初心的 一直都是这个祖传的金属配色加方正的造型设计 上称532克 要知道他的大哥V-MAX将近两斤 这次一斤多点重量不需要70B也能够轻松握持了 说实在的这玩意儿拿在手里真的让人爱不释手 主要是会让人想起小时候用的学习机 也是一样的翻盖加全键盘 只不过现在的V-mini多了个摇杆十字键和动作键 动作键的个头竟然比MAX的还大一个麻 它的摇杆是下沉的这种设计 好处就是按压十字键或者ABXY的时候不会误触到摇杆 但是在使用摇杆时会挡到扬声器 这会不会给手指再加上个声音震动效果 键盘采用的是背光设计 亮度可调 按压起来十分舒服 我还是挺喜欢这个键盘手感的 都是采用的锅仔片方案 比起笔记本这种软键盘按压的反馈要好很多 开机键设置在了键盘的中间比较醒目 键盘上方除了select、start和menu键之外 还设有两颗拓展按键L4、R4 可以在掌机中进行自定义映射 跟它的哥哥VMAX一样 中间还有一块触控板 支持四指触控 十分的灵敏 但是不能按压 翻盖处的锅链非常的紧实 支持任何角度的悬停 最大支持将近170度 接口方面 这一次的Vmini只在机器的背部设有接口 一个AUKLINK接口 更用来连接GPD-G1显卡拓展坞 能够达到63GB的有效带宽 一个MacroSD卡槽 3.5mm耳机麦克风二合一接口 手柄鼠标切换开关 一个USB3.2C口 传输速率为10GB 一个USB4.0C口 传输速率40GB 还有一个Reset复位键 用于BIOS恢复默认设置 底部剩余空间 是掌机的散热出风口 掌机左右两端 为了手感增加了防滑纹 感觉如果在这两边 再加个USB-A口就完美了 机身整体感觉还是挺厚实的 握持起来感觉还不错 不过在游玩游戏的过程中 背部的发热情况还是不太乐观 室温26度 游戏游玩半个小时 掌机发热的区域 主要分布在触控板附近 在48度左右 掌机握持的地方也是有发热的 特别是右边 在58度左右 那么这一对可拆卸的握把 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话说握把拧螺丝的设计就很复古 真的很难从2023年的电子产品里 找到这样的复古设计了 mini这次的屏幕采用的是 7寸LTPS高刷电竞屏 支持触控操作 反应挺灵敏 使用校色仪实测 sRGB色域覆盖可以达到94.7% 色域容积sRGB为99.7% DCI-P370.7% 画面显示这块是OK的 这块1080P的屏幕还支持 60Hz跟120Hz两种刷新率 虽然咱们掌机玩3A游戏 大多数上60帧有点费劲 但是如果玩独立小游戏 那么120Hz的刷新率就很有必要了 高刷新率带来的流畅体验 还是非常nice的 迷你声声搭载了ACC超级双扬声器 有顶级DPS X-Ultra尼销 你们感觉如何呢 接下来说一下配置 处理器有7840U和7640U两种可选 当然价格方面也是有一些差别的 我这台是7840U的 核显为AMD780M 32G内存 2T的硬盘 电池容量为44.2瓦时 跟其他WIN掌机比起来 电池还是小了点 目前GPD那边是将最高的TDP锁在了20瓦 老柱说等它们的BIOS更完善起 会有解锁的TDP的BIOS放出 那么咱们看看 20瓦玩游戏的表现如何 其实关于7840U的机器测试了很多台 关于7840U的性能 我这边就不再过多赘述了 想了解的同学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一期视频 接下来主要看这台掌机 怎么游玩更能榨干它的价值 像地平线5 空穴等游戏15瓦 1080P就可以得到非常不错的游戏体验 像战神4在20瓦游玩 简单游走帧率在60帧以上 如果是打斗画面 差不多能够维持在55帧左右 望远大标客720P运行基准测试 平均帧率测得为70帧 所以像此类游戏 基本能满足60帧游玩 如果想要解锁更高的TDP 还要等后续GPD那边的BIOS解锁 皮诺曹的谎言 我这边测试室外场景 1080P 帧率勉强到40帧 室内场景的话能达到50帧以上 如果是720P低画质 帧率能够达到80帧以上 整机功耗在30W左右 续航为1小时20分钟 续航问题属于Windows掌机的通病了 不过在碎片化的时间 拿出来玩一些独立的小游戏 还是很香的 毕竟机器够小 携带也比较方便 如果想要更好的体验 还可以连接显卡屋来升级体验 我这边是通过机身上的AUKLINK接口 来连接GPD家的G1拓展屋 AUKLINK接口能够达到63Gbps的有效带宽 不过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不支持热拔插 需要在G1关机的状态下 连接显示器直接变身主机模式 目前这个G1的售价为4399 虽然体验上来了 但是成本也上来了 连接G1之后 可以直接以原生画质进行游玩 不用为了帧率再将画质拉到最低了 最后说一下这段时间的使用感受吧 先说缺点吧 首先是机器的散热问题 GPD声称采用的是PC级大涡轮风扇 在游玩游戏时时间异常 机身的发热区域分布在触控板附近 甚至ABXY动作键和十字键也是有点过热的 安装握把之后能够大大减少机身对于手指握持的影响 但是按键方面还是能够感知到温度的提升 还有就是目前还没有自家的软件前端 对于掌机的折腾还是需要自己动手 所以也少了很多对于掌机的设置调教 以及快捷操作 因此我还是很希望GPD家能够实时键出个自家的快捷前端的 主要是目前windows掌机的前端已经成为了此类产品的标配了 别人都有了就你没有就显得你有点 是吧 摇杆测试大概存在7%左右的中心点死去 十字区没有死去 不过测试时发现 摇杆的实际数值反映在测试页面存在抖动的情况 那么对于赛车游戏和FPS游戏来说 这样的摇杆调教还是略有一点影响的 不过它的十字键同样采用了过载片方案 不存在任何的连键串键情况 这点还是不错的 GPD家的产品其实是非常独树一帜的 因为它们每一个产品都保留了全键盘设计 如果你一直都是GPD家的用户 那么这样的一台Vmini 你用起来会非常的顺手 正因为自带键盘 那么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应急使用就比其他windows掌机更加的顺手 比如应急改革方案什么的 当然整天拿来办公肯定不行 这个小屏幕眼睛得瞎了 我感觉这台掌机它的优势在于小 能够装进任何兜里 出门是一台掌上游戏机 回家还可以连接显卡 无化身游戏主机 GPD-Vmini延续了Vin2的翻盖式设计 搭载了7840U这颗处理器 它在外观设计上完全保留了GPD家的经典元素 当然它的优缺点也比较明显 那么你们对于这款4599元的翻盖的GPD-Vmini 有没有心动呢